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怨啤律迷你同在 今天啊 是...我看一下 9月1號 遊戲網的社群發布一張新卡 讓許多角落者感到無比的興奮 那就是天坑龍專用的現金卡 嗯?不尊重 那就是內監龍專用的現金卡 對了 我們都知道遊戲網的神之卡 因為在原作中實在是太過強大 到了死卡的環境 他們勢必會被削 那削到後來啊 神之卡會變得非常的不成神形 處境非常的尷尬 雖然後去官方出了很多魔法陷阱 試圖去補足神之卡的強度 但是這麼多年來 除了超過10張 神之卡的實用性 還是不如一顆蛋 非常的尷尬 但是今天試出的這張新卡 他的狀況就跟以往有點不同 玩家的呼聲相對比較高 也對他抱持一點的期待 這些新卡能不能讓陪神仙打架的三騎士牌組 跟神速召喚直接起飛呢? 那這張卡究竟是什麼卡呢? 他真的有辦法改變神之卡的命運嗎? 我們就來看這張新卡吧 這張新卡是MP22的情報 並不是OCG的卡片 就是他可能是TCG先上市 之後我們玩日文卡片的玩家才摸得到 這張卡的卡圖非常經典 相信是遊戲王的重度粉絲 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取之哪一個畫面 他是遊戲對雅圖姆的最終決鬥的截圖 這是雅圖姆最後一回合發動最後一張卡 四二書型復活歐西里斯的畫面 歐西里斯在原作中 也是用這種復活方式進行輸出了幾次 像是GX第180最後打時代 也是用這種方式讓歐西里斯登場 我們來仔細打量一下這張卡 他是一個通常陷阱 那效果外文本就是 此卡名的卡一二效 一回合只能各使用一次 然後這張卡的發動不會被無效化 哇這是一個非常強的效果 就是他開了就一定要成功 那他的第一個效果就是 國方目的 歐西里斯的天空龍一體特殊召喚 之後雙方將手牌抽滿六張 喔六張天降的寶牌獻金卡版啊 真的是天降的寶牌 第二個效果就是呢 將目的的此卡除外 國方牌組目的一張四二書型的卡呢 能夠放到牌組最上方 之後如果國方場上有幻神獸族的怪獸呢 可以抽一張卡 效果非常的簡單粗暴 那他強就強在說 他發動是不會被無效化的 而且你還可以抽六張卡 但是要對這張卡 你勢必得放一張歐西里斯 那歐西里斯好用嗎 找了圓左抗線 讓歐西里斯變得非常的脆弱 但他算是效果得到最多還原的怪獸卡 - 但歐西里斯他的最後一條效果 其實對於現今的環境是有點影響力的 因為現在大部分遊戲王卡 都是從很小的動點開始慢慢運轉 轉到一個非常大的陣型 那在這個陣型成型之前 玩家勢必會召喚很多攻擊力低的怪獸 這時候召雷彈的效果 就會非常的有壓制力 你想召喚小怪獸 沒有 你隨便召喚一次攻擊2000一下 就被我炸妹了 所以歐西里斯理論上 對這個環境是有一定載之力的 但是... 理想很美好 現實很骨葛 最近那些紅色的怪獸卡 突然間跳出來 直接教你如何玩遊戲王 哦...慘 而且繩子卡本身是沒有任何抗陷的 泡影啊 效分什麼的 要對付歐西里斯 其實也是很容易 再加上繩子卡本身是不能被檢索的 等級跟索性又不是很好搭配其他牌組 所以繩子卡 十字至今處境依舊比較尷尬 那我們回頭再來看這張陷阱卡 這張陷阱卡的效果確實很猛 它發動一定會成功 而且你照樣出來就是一隻穩穩6000打點的歐西里斯 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但是它第一個比較難被駕馭的點就是 它不能被檢索 這是繩子卡一貫的通病啊 一張卡再怎麼好用 它今天只能靠賽用抽的 都肯定是不如那種檢索來的穩定啊 而且遊戲王這款遊戲 它的檢索資源是很多的 一般情況下 玩家比較不願意用抽的方式去賭關鍵卡 所以這張復活的天空龍 你得靠抽 就跟主流系統比起來 就差了那麼一點點 應該不止一點點 再加上這張卡呢 它是陷阱卡 你不能在自己的回合進行展開 所以在速度上 它勢必慢了一回合 然後另外一個點就是 你目的一定要有歐西里斯 才能夠用這張卡 這個就會有點麻煩 你要用什麼方式從牌組或手牌 將歐西里斯送到目的呢 我相信遊戲王這個世界啊 方法很多 舉例魚埋這類等等 我方法真的很多 但是要做到高效 而且成功率高 嘖 這個可能就要讓玩家去發揮創意了 最後就是它是敵我雙方都抽六張 所以有可能你 對方演完了你還給他補資源 這也是一個算是相對的風險 雖然說好像也很破壞這張卡的 美好的感覺 不過就算我這麼說 我還是很高興這次可以看到 神智卡被強化 而且還是感覺比較欠缺照顧的 歐西里斯 那希望有高手能夠發明出 讓我們眼睛為之一樣的戰術 讓這張卡發揮它高手進階的價值 阿伯 出事了阿伯 我只能說太屌 我才真準備要關掉電腦 去睡覺而已 我就發現 哇 又發佈兩張神智卡強化卡片的消息 而且這次這新的兩張卡的強化 還都很有感 我們就一張張來看吧 這張卡叫做破壞的毀滅神 它是一個速攻魔法 一樣先看效果外文本 此次卡名的一二效能 一會兒只能各使用一次 這種限定卡名的卡就是 一旦一回合用過 就算手上有第二張第三張 你都是不能再用 因為它認卡名 不是認這一張卡 有些人可能覺得沒差啦 不過這是K語言的邏輯 玩遊戲玩很久了 就會習慣他 再來就是此卡發動 不會被無效化 哇 又是一個無敵發動的卡片 第一個效果是 從魔方的手牌目的 選擇一體 歐貝利斯克的巨神兵 特殊召喚 因此效果特殊召喚的怪獸 在此回合 不受對方的卡片效果影響 神仙的抗性 終於回到神仙身上了 不然之前這種完美強大的抗性 都不在神自備怪獸身上 今天終於有了 欸 不死鳥說我有話要講 OK 好 終於啊 有神仙的模樣了 那他的第二個效果 當我方場上有歐貝利斯克的巨神兵存在 然後我方因為卡片的效果 將兩隻怪獸解放的場合 將目的的此卡除外 可以發動 這個條件聽起來比較囉嗦 但是你只要玩巨神兵 是一定可以發動 發動之後 對方目的所有的怪獸卡 全部除外 喔除外這個狠啊 然後給予對方 因為此效果除外怪獸的數量 乘以500點的生命值傷害 除外一張就是給500 除外五張就是給2500的傷害 太強了 這張速攻魔法 強啊 非常有感欸 就除了前面提到波人被檢索之外 我還真的找不到他的破載 好強 好強 這個巨神兵拍出來就是毀天滅地 真的好扯 再來就是他OTK的手段 檢索巨神兵 檢索這張卡跟OTK的手段 巨神兵就成神了 好 那再來下一張是 太陽神的卡片 太陽神 一個自己組三幻神牌組的神之卡 這張卡叫做真實的太陽神 它是一張永續魔法 此卡名的卡一回合 僅能發動一張 此卡發動的效果處理時 將真實的太陽神以外一體 太陽神的一神龍 計數該卡名的卡片 從牌組加入手牌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把跟太陽神有關的卡片 從牌組剪上手 剪鎖 終於像樣 只要此卡在魔法陷阱區存在 太陽神的一神龍以外的怪獸 在被特殊召喚的回合 不能攻擊 喔 它這個效果就寫得很妙 因為它是說這張卡在場上 只要它是正面朝上就有效 那它並沒有說是我方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場上有太陽神 這張卡也在場上 對方召喚怪獸的那回合 是不能攻擊的 我不確定我這個理解有沒有錯啦 但應該是 好第三個效果 一回合一次 可以將場上此卡或排除一張太陽神的一神龍不死鳥形態的卡片 送入墓地發動 從我方場上選擇一隻太陽神的一神龍 送入墓地 這個就是為了讓你觸發不死鳥條件的卡片 因為之前我們組太陽神一神龍牌組 最困難的就是 有不死鳥沒有太陽神 有太陽神沒有不死鳥 那這張卡出來就是想幫玩家解決這所有的問題 這對太陽神牌組來說非常好用 而且不死鳥離場的時候 又可以從牌組挖一顆蛋 它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循環 只要你的卡片都沒有被除外 它是一個能夠持續穩定運作的牌組啦 看完這一系列的卡片很強的話 我個人覺得 還是巨神兵的比較有感 因為它除了做到召喚神之外呢 你還做到了能夠清墓地的行為 因為現在的卡片 大部分都是墓地需要大量的資源去運轉 那如果你把墓地的卡片除外 除了像雷龍或是其他能夠動到一次元素材的卡片之外呢 你把墓地卡除外 對副牌來說殺傷力都很強 再加上巨神兵那張卡是速溝魔法 所以看下來我認為巨神兵這一張會比較強 那不知道各位怎麼想 歡迎各位在留言區或彈幕區分享你的看法 你覺得三張強化的卡片哪一張最好 哪一張最丟臉 那如果你未來想看我聊其他的遊戲王卡 或是ACG其他領域的內容呢 那幫我照顧一下兩大魔王 訂閱留個鈴鐺啦 鈴鐺真的要開 不然一定會被演算法坑 不久前我拍了一支 應該是我頻道優勢來最長的影片 就是我囤了兩年的玩具也開箱 如果你也喜歡買玩具模型 那支影片也歡迎你過去看看喔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